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自增约束 自增约束叫autoincrement 自增约束叫autoincrement increment就是自增 自增自增是什么意思呢 自己增加是吗 自己增加啊 然后呢自增约束呢是约束 某一个字段啊约束某一个字段 在没有给这个字段负值的情况下 在没有给这个字段负值的情况下 然后呢该字段的值会根据上一个数字 自动增长一 自动增长一 自增一啊 这个呢是一个自增约束 叫autoincrement 那叫autoincrement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看一下自增约束呢 该怎么去用 该怎么去用 我还是呢把这个分隔线呢 再copy一遍粘过来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自增约束 自增约束 那自增约束的话呢 现在我再把这个person删掉 我再把person删掉 然后接下来我再把这个语句copy过来 我再把键表语句呢 copy过来 然后再来 我现在呢对这个id去做一个自增 哎对有一个问题啊 咱们刚才说呢 这个所谓的自增呢 是在一个数字的基础之上呢 做加一操作 所以我们想一个问题 Vachar能不能设置为自增 那比如说现在呢 我给这个name设置一个autoincrement 我给这个name设置一个autoincrement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 incorrect不正确的column specifier forname 这个呢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的 但是我给一个int类型的id 这个行不行 可以吧 然后我们运行程序看结果状态呢 是不是ok呀 对吧 状态这个时候呢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去表格呢已经创建好了 我去刷新一下 表格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在表格身上右键 我们选择这个设计表 自增在哪看呢 对你们看到了在这 看到了在这呢 在这呢自动递增 自动递增 好 那么这个呢就说明 我们现在的自增约束呢 已经做好了 已经做好了啊 那么自增约束做好了以后 关于它的测试 咱们下一节课再说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 视频我继续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自增约束 咱们呢已经用autoincrement 对这个id主件呢 做了一个约束了 那好 咱们接下来往下走 那么接下来呢 我看一下表中的数据啊 好 现在表中没有数据 是一个空的 那么我们去加数据 我去加一个insert into t person 然后呢 values values一号 然后 你说小明 就说这个小明多了 好 来一个12 随便了啊 好 那现在呢 我可以把这个数据呢 给加进去 那加进去 但是如果说呢 我再把这个拷贝一遍 那么第二次我再加的时候呢 会不会有问题 会因为主件重复了 对不对 因为主件重复了 但如果说你说我设定一个no 行不行 主件不能为空 对不对 主件不能为空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来看一个问题了 我们现在呢 insert into t person 然后呢 我们给name啊 给name和这个age字段呢 进行复制 values啊 values 换一个 小白啊 然后呢 这个八岁 好的 现在呢 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数据添加 有没有给主件复制啊 没有 没有的话这样行不行呢 运行程序看结果 effective rows 一行 一行数据受到影响 也就是说 现在呢 我们的确把这个值已经加上去了 对吧 这个值呢 已经加上去了 可问题是 加上去的这个值是多少 对吧 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序啊 看一下结果 表中的数据 我们去刷新一下 小白 变成了三了 为啥是三呢 我刚才是不是又把这一句话执行了一遍 对不对 他告诉我说什么呀 错误了 对不对 错误了 因为呢 逐渐重复了 但是呢 即便是逐渐重复了 在这里面呢 依然是会有一个记录存在的 依然是会有一个记录存在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会做了一个自增 做了一个自增 好 然后呢 咱们再做自增的时候呢 他就增到了三了 好 再来 再来 那如果说呢 我现在再把这句话执行一遍 是几 四 对不对 嗯 等会 你看 domplicate entry 小白 是不是 小白 咱们还是把unicle啊 对吧 好 那我换一个 小黑 我换一个小黑 好 然后再来 那如果我再去执行这句话 这会儿行不行啊 可爱的吧 affected rows是一 那么现在我想问的是 他的主件是几啊 五 为什么呢 刚才我又加了一次小白 没加上 对吧 但没加上不是主件的问题 是unicle的问题 是不是 主件 在他的记录的那个表里面 其实已经自增了 其实已经自增了啊 那再比如说啊 再比如说 现在呢 我再去加一个数据 insert into insert into t person insert into tperson 那这样吧 咱们现在呢 主件是不是增到五了 对吧 那么下一次 当我再添加数据的时候 是不是该六了 懂得了 下一次该六了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做一个delete from t person where where id等五 现在我要把主件为五的这个元素给删掉 然后呢我们来运行程序 看结果 能删掉一个数据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表中的数据 现在是不是已经没有五了 对吧 已经没有五了 那接下来我再运行这句话 有问题没有 小黑已经被删掉了 对不对 所以小黑呢 也不会重复了 那么走 已经加上去了 那么问题是 现在这个小黑的主件 是几 是五还是六 六六六六六 主件呢是六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在这个表中呢 其实是有一个数据来维护这个主件呢 现在自增到了几 删除元素的时候并不会清空这个数据 删除元素的时候并不会清空这个数据 所以即便是你这样操作 注意看 delete from t percent 现在会怎样 我没有选择后面条件 我只选择了delete from t percent 然后这个时候呢会清空所有 对吧 清空所有 那现在呢 这个表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那接下来我再添加数据的时候 主件是几 你看加了一个数据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主件是不是变成了七了 对吧 因为刚才呢已经记录到六了 已经记录到六了 如果你想从头开始啊 对吧 怎么办呢 好说 你再加一个这个东西 你看手动的把主件设置为一 这个能加上吧 走 看结果 已经加进去了啊 手动的把主件设置为了一 好 然后呢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呢 我们再去加数据 再去加数据 那么再添加数据呢 咱们再加一个 小黑 小灰 小灰 好 几呢 走 因为呢 用来维护那个自增表里面的那个数据呢 刚才已经加到了 七 那刚才已经加到了七 然后呢 我们来看这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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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来着 清空表中所有的数据 但是这个逻辑呢 也给大家说过 它其实是删除了表 然后创建了一个新表 对不对 创建了一个新表 也就意味着 在这个新的表里面 用来记录自增的那个字段 重置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 当我再去加小灰的时候 结果应该是 走 走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右键刷新 它才变成了一吧 对吧 这个呢 是一个自增 这个是一个自增约束 自增约束 好了 那其他的也没有什么了 其他也没有什么了 这个自增约束